一張床上擺著最愛的娃娃 女童就躺在旁邊 但是只能看著沒有力氣 可以拿起來玩 先在正職學校放寒假 女童無法跟同學一樣活蹦亂跳 到處遊玩 阿美族女童在二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七號 施打日本腦炎疫苗 回家之後時不下咽 沒有活力 家長先帶女童到小診所就醫 醫生說是感冒 扁桃腺發炎 吃藥之後越來越嚴重 十二月二十九號那天昏迷 一動也不動 送急診住院三個星期多 院方說是肺炎鏈球菌 才導致女童有這些狀況 不過轉到普通病房之後 告知家長說女童是腦墨炎 家長表示女童從施打疫苗 到現在已經快兩個多月 病情雖然好轉 也已經在做復健 但是對於女兒病情 到底是什麼原因引起的 都不清楚 確定是我們因為一直不贊同去抽腦肌水醫療 就是他擔心有什麼狀況 所以我們還是決定為了抽腦肌水醫師 不願意他這麼痛苦 所以抽了以後才感染科的意思說確定是哪模樣 那我到現在還是質疑當中了 目前院方不做任何回應 家長一臉無奈 對於醫療方面的知識不是很清楚 有醫師說是不是因為疫苗所引起的很難認定 但是不排除跟施打疫苗有關 而施打日本腦炎疫苗是政府的政策 行政院衛生署疾管局表示 施打疫苗如果出現疫狀 或像是這位女童情況一樣 家長可以先跟施打疫苗的衛生局所 來反映問題 協助提出預防接種傷害救濟 申請到預防接種救濟委員會 來進行作業 會在一個月之內把這些資料收好 送到衛生署過來 那衛生署這邊有成立了一個單獨 裡頭都沒有包含一個我們任何的同仁 那主要是有學者專家 或者是醫學專家 以及法律學者所組成的 家長懷疑是施打疫苗所造成 所以也已經跟院方提起病例的調查 衛生署疾管局表示將會積極了解 女童是否與施打疫苗有關 以及是否接種後馬上出現症狀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就可能和疫苗施打有關 若是經過一段時間才出現症狀 就應該考慮是否為其他因素 所造成 記者按照馬藥桃園歸山採訪報導 請你幫我倒閉嘴